對到汽車底部的那個頂車位置 然後再運用槓桿圓的方式 將這個把手向下壓 簡單幾個動作就能在5到10秒內 把車頂起來 讓換胎修車更快速 這是台北城市科技大學 師生發明的汽機車兩用頂車架 在瑞士日內瓦發明展 和韓國首爾發明展都奪下金牌 我們是用兩個感應器 計算它輪值的轉速 然後經由我們的Arduino電路板 計算以後傳回我們的電腦 然後讓畫面跟你的頭盔做連結 戴上V2眼鏡在家騎腳踏車 也能勝利其境享受駛逞快感 光仁中學學生的V2腳踏車 結合運動休閒與科技 獲得美國P茲堡和瑞士日內瓦 兩大國際發明展的雙料金牌 302位來自新北市的發明人 在11項國際展覽或競賽中 奪下共80面獎牌 市長朱立倫也親自表揚肯定 其中包括50面的金牌 25面的銀牌跟5面的銅牌 我們新北市不論很多年輕學生 到很多的發明人都非常有創意 非常有想法 為了協助中小企業持續創新研發 新北市府也積極提供各種輔導資源 有一些輔導的措施 最後變成我們整個產業園區 大家製造的商品 然後大家都能夠使用 也讓這些發明人 賺到一些錢 大家更多的支持 表演會現場也提供發明人才 和中小企業交流的機會 就是希望能促成更多創意 實用化 商品化 造福更多民眾 記者胡志欣 楊淇浩 新北市採訪報導 提供應 可樂 此後 吸 過